我们面对不同的人和身处不同的场所 不知从何时开始会得上相应的面具 该鼓掌的时候就要拍手 该假装的时候就要伪装 所做出的表情和行动 因为都赤裸地摊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下 所以更努的要适当 做出社会上所期许的必须和应该 如果稍有些不慎 会被规律于不同或者意义 但谁说一定要符合大众认可的模样 今天就教大家三个方法 来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第一 偶尔伪善 偶尔伪恶 成为大家想要的样子是很累的 特别是在假装的过程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自己所想的发展 但莫名却在实现这条道路上出现许多怀疑 但那又怎样 有时候隐藏和欺瞒其实是不错的 为什么总是要成为最好又最善良的 请你不要失去原本也该有的温度 不要刻意温暖 也不需要冷漠 偶尔伪善 偶尔伪恶也是很好的 第二 逃跑是第二选择 欲待王冠必称其重 能力越好责任越大 随着年龄和职位的上升 站在最高处所称的光芒越大的同时 脚下的影子也越大 该称的时间就老是称了 并不是每次都要做的第一 失败也没有关系 累的时候就要转身奋力逃跑 逃避不可耻 而且也是很有用的 第三 缺点和异样并非不好 每天都在前景 却不知道方向是否正确 当我们看向内心最深处的时候 坦诚地面对自我 确实会感到害怕 说改变了吗 好像有 说没变吗 好像又没变 当你在责怪自己的人生 或是有想不通的疑问时 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跟随深处的信念 追随前方的道路 不管谁怎么要说 你都是唯一的 缺点和异样并非不好 好了 谢谢你看我的视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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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